27日,孙杨首次发文回应之前的拒绝要检事件,称当时发现检测人员资质存疑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领队,所有行为都是在领队对一和浙江反兴奋纪中心的领导指导和决策下进行的,但舆论却对事实进行不同程度的扭曲,好在有监控视频可以证明一切,并称与检测人员不存在沟通误解。 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